《爛女貪蟲》 《爛女貪蟲》 聽到這個爛女貪三個字 這個蟲肯定不會好 這個土皮房比比結實 到處都是這個財源代幣 大家說作為人民銀行的幹部 你要報復你給我拿來多少錢 帶來什麼物 我說就來了一個老徒子 啥也沒有 就一種思想 我要帶領大家 在這個爛女貪蟲 秀出幸福化 福建在我們西級掛職的 委常委副縣長 說能不能把這個爛女貪蟲 打造一個咱們米尼鞋 做一個實驗田 咱們在你這個村 咱們做實驗 他說你有這個能力和信心嗎 我說絕對有這個信心 當時我到農戶家去 都說喊著人情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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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不是貸款了嗎 我說你咋不用呢 說你看 我拿這個錢蓋了牛棚 沒錢買牛 買了牛 沒地方放 又沒個牛棚 往哪兒養呢 那我就行 啥有辦法 咱們清上十戶二十戶 把這二十戶貸款放出來 再給大家 再還掉一部分 再放第二批 這樣就是拱血球這種方式 最後我們貸款放下去 一下大家發展產業的激情 就是內生動力 一下激發起來 咱們這個金融扶貧 是助推產業的活血的 大戶也帶到了三十萬二十萬 大家再不鬧事了 也不找著說要什麼低保 好呀 名人救出呀 這類就少了 我也就是解決了什麼問題 不等不靠 我要靠自己 幸福是幹出來的 這個昨天生的小牛 養殖業的 咱們從上這個產業已經形成了 農戶就是特別高興 講起來他的養牛故事特別多 其實是我前面說的 這一戶 他一七年初養頭牛 現在變成八十頭牛這個變化 已經很有說服力了 咱們投票成效是滿滿的